全国陆续上演反涨价集会和快闪行动 全国警察总长丹次里阿克里沙尼提醒国人 不要参与任何没获得警方批准的非法集会快闪活动 否则必定受到严厉对付 阿克里沙尼指出 警方发现有人在社交媒体透过视频 呼吁民众参与在全国各地举办的反涨价快闪活动和集会 他劝警国人不要参与任何违反2012年 和平集会法令条例的活动 尤其是破坏国家安宁的集会 警方会按照法律严厉对付出席非法集会的民众 基于国内百物涨价 在野党非政府组织和不少团体号召民众上街 表达反涨价诉求 这个月初就有多名参与集会的政治人物 包括马六甲前首长阿德里被警方传召问法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本集会订阅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